我为什么要买机车 因为帅啊 还可以配我的JK小裙 关键当时 我正好需要一个待步工具 但其实主要 还是因为买不起四轮 这就是我当初买第一辆摩托车时的想法 当时真的一眼就看中了双二 也不知道多少钱 心想 反正就是个摩托车 能有多贵 我怕你没骗我 我有很多小裙子 我觉得双二的配色 也太适合搭衣服了吧 我每天骑出门 那回头就不得杠杠的 那一年刚好18岁 因为这个哥 还是买了GSX 是爷爷推荐的 他给我买的 自从有了我的小车后 那真是没少摔 我还帮我们这儿 所有机车群都加了 配准趋谱线 我还当上了群主 咱们圈内啊 也不乏有趣的人 是值得学习的老前辈 在他们的熏陶下 我才仅仅有了安身意识 修起了小裙 换上了三尼斯 开始自己学着换机油 洗链条 了解摩托车构造 知道了化油器 两充程 高速等等知识 后来我发现 摩托车不仅仅是一个代步工具 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机械的美感 今年是我玩车的第三年 过时间的沉淀 我不混圈了 小车也卖了 因为我发现 真正懂车的人 真的很少 摩托车不仅仅是拿来作秀的 我想树立正确的骑车官 让它能一直陪伴我 所以我的有用吗 请理性玩车 不论咱们男生还是女生 安全永远是首要的 在这些都具备的前提下 还要记得 请认真念书 努力搬砖 因为星辰和大海 是需要门票的 当你有能力做到 为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买单时 才能体验到人生的真谛 和一路美好的风景 希望大家能为摩托文化 一起努力 遵守交规 希望这项运动 也能得到大众认可